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之后 果然国际的热钱资金大挪移 怎么可以移动呢 来请看 现在呢 外资大摩 明讲说 timing到了 是时候 all in 就是把所有的资金 压保在新兴市场的货币 真的吗 你看哦 人民币 台币 菲律宾货币 墨西哥币 南非币 巴西里拉 我们算 波段的升幅 都来到了 新高的水位哦 台币更来到 九年六个月来的高 热的市场 除了新市场货币之外 几点请上来 还有第二个热的市场 是在债 但奇怪哦 你买债 没利息哦 造狂买不误 你看 债市烧 全球负值利率 就是你买它的公债 没有利息可以赚 总金额竟然创历史新高 17.05兆美元 不是只有全世界 台湾何尝不是 台湾的债券市场哦 发行量也是来到了史高 这个就比较不懂了 那这个真的要相信他吗 来请说 好 我相信新市场货币呢 还有一波涨势 但是不要欧印 不要欧印 我要跟大家讲 投资的时候 千万不要欧印 为什么你一定要留一点资金 如果什么 有赚钱再加码 亏钱你就收手一点回来 这样才是长期能够赚钱的方式 对啊 哪有人说欧印进去啊 但是有时候他带进嘛 但是他也带出问题哦 对不对 所以带进目前看起来是对的 但是因为已经什么 已经涨比较多了 所以可能稍微危险一点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新市场这边 为什么他涨幅比较大 而且有三个比较明确的方向 第一个 选前其实他们就已经说了 因为认为拜登当选级比较大 所以呢 一样我们一直说 拜登希望有一个大型的纾困计划 那因为印了很多美超 有可能美超价格往下 那在美元持续偏弱 而且低利的环境下 利率比较高的新兴市场 一旦比较受到青睐嘛 所以他觉得三个 不管是这个刚刚说的大摩或高盛 都有说这三个 第一个墨西哥批索 因为什么 他们官方利率是4.25% 跟美元的0.25 0到0.25什么差了4% 我们写给大家看 这边是美国的基准利率 0到0.25 基准利率的差别就是 我钱放在这个国家 利息差不多是这样 我放在这 钱都不动 放在他们的银行 利息就可以这么高 所以这就是吸钱的动力 对没错 那墨西哥批索的4.25 那南非兰特呢 现在是3.5 然后呢 俄罗斯卢比呢 4.25 所以什么 他们既有接下来 从第四季到明年的成长题材 还有高利题材 所以觉得资金会涌入进去 原来 那其实确实 这三个都涨蛮多的 那我相信台湾投资人 一定会觉得 南非币 他那么久的南非币 总算涨了 确实哦 他最近已经涨到 4月左右来的新高了 对 所以半年多新高 我们看一下南非币好不好 OK 国人很多持有南非币 南非币是1美元兑换多少南非币 所以这样子是走深的哦 对对对 哇 好久不见他创新高 对对对 创了差不多2月多 2月多来的新高了 所以你会发现 确实南非币是蛮强的 没有错 所以可以继续握有它吗 我觉得还是可以拿着 我们把这边消掉 你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发现 这边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出现一个很剧烈大的震荡 你看到这边是一个长上影线 对 这边有一个长下影线 对这边的底大概是15.8 所以呢 之前他在这边横盘整理的时候 大概都是16上下 然后往下突破是第一个进场点 对 南非币升直破 然后突破15.8 就是什么 表示明确的走向比较强势的状态 所以接下来 只要在15.8以下震荡 都是南非币偏强的格局 好 接下来咯 所以这些货币因为基准利率 比美国来得高 吸金的动能就变强了 对OK 那因为现在已经是选后了 选后了 所以我们找到是未来 OK 所以新市场货币确实已经出现一波攻势了 我们刚刚讲的南非币 还有什么 人民币 人民币确实也很强 还有墨西哥批索 那当然 我们台湾最多投资的南非币跟人民币 那台币虽然创了近9年多新高 但是升值幅度其实在选后 从11月初到现在 其实升值幅度没有特别高 只是什么 只是因为有创了9年多新高 所以大家一直看 其实如果大家有关注央行的话 央行会每天讲 说其实台币升值幅度 在各个货币当中是居中的 大家不要太担心 所以但是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看一下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在这边 其实也创了一年 大概一年四个月多新高 我们把限图多一点 你会发现什么 其实它现在大概回到 2018年 大概是在7月左右的价格 那有机会来挑战 两年多来高 对两年多来高 所以它有机会来挑战 在这个贸易战之前的高点 6.24 所以我会这么说 人民币现在什么 如果接下来 拜登当选 美元持续走弱 然后这个中文贸易战 确实有结束的机会 其实人民币在接下来 应该还有甚至的趋势 可以观察 那我问了 现在是6.6144 如果6.5 一个不小心真的升破的话 就往下看6.2 6.3 对 有机会 有机会 我现在有机会 人民币这么强 是 好 那刚刚是会市部分 那债市呢 好 那债市呢 我们最近发现一个现象 我们刚刚一开始跟大家 新兴市场债 就发现呢 其实不只新兴市场债 成熟市场债 公债大家也抢着 去买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很简单一个概念 因为目前来说 虽然疫苗好像要研发出来 但问题是还没有 还没有确定公布嘛 那所以各国银行 还是希望 推动经济成长 所以能用低的方式 把资金逼出银行 所以除了零利率 负利率以外 他还收购各种债券 就是稳住整个金融市场 所以这时候投资机构 就是这样 因为有分几个 像是我们 我们知道比较投机的 我们不能点名 有些 有些银行比较投机 有些银行比较保守 有些什么 退休基金 他们就不能亏钱啊 退休基金不能亏钱 所以他们什么 他们知道 短期内不会有什么 升息的计划 可是股市这个荣景 不晓得会冲多高啊 现在都在历史高涨区 不敢追买高啊 不敢追买高 所以什么 他们决定什么 因为央行 还会买这种债券 我问你哦 央行买各种债券 是 政府公债 是 还有包括投资等级债 就是呢 像一般公司的投资等级债 好公司的这些债 应该都是他们买的方向吧 对 其实大家有兴趣查的话 或者我们下次整理一个表 其实纽约的联准会 他们联准会纽约分行 他们有整理出哪些 他们认为是好的东西 有个名单 他们会买 你下次来交这个啦 对对对 下次会跟大家讲 对哦 所以这些投资机构 保守型 他们知道 再贵的债券 也会有买家 这些买家就是各国央行 因为他讲明了嘛 我就是量度宽松 我就会一直执行下去 那我买了之后 到即我会滚动继续买 所以就算它是负利率 也会有人买 你知道吗 债贵的债也会有买家 对 意味着它的债的price 价格是创新高 可是利率哦 债的利率哦 所以低的不得了 甚至是零利率哦 大家还是追买哦 对没错 所以比较保守型 他讲好 我买股市 万一买在高档 会觉得很危险吗 怕嘛 那所以他会选择 高评级的债券 所以说各国 像是德国啊 法国啊 欧洲这些高评级的债券 它就会负利率 所以这些保守型的投资机构 他的观念就是 如果我买这些贵的债券 如果亏了 我可以持有到到期 我亏不到多少钱 因为现在负利率 算是负的 可能就是负0.01 负0.01 最多亏一点点 可是什么 如果它继续涨呢 继续涨我还可以赚钱啊 对哦 就算这个没有持有到到期 如果价格从这里涨到这里 我卖掉不就算价差了 所以对它来说 亏最多亏一点点 赚一样可以赚 为什么 而且还可以避险 对没错 所以在这样的角度下 这些保守型的投资机构 就有很多大型的资金去投入 尤其像我们刚刚说的 退休基金等等的 不能亏钱的 他们就有很多资金 就会放在这边 所以才会一直往上冲 那我们也讲到 其实台湾 你会发现台湾的这个债市 其实今年也非常热 那为什么呢 我们有观察到 其实今年的公司 在跟国际债券发行一样大增 那我们刚刚讲说 台湾的债市挑战三兆 里面有一半都是国际市场 国际公司来发债 但也有台湾 发的国际的债券 台湾企业发的国际债券 而且我跟您报告 台积电也发债 因为要筹资 对对对 那为什么呢 很简单 如果我是一家公司 我在三年前 我发了五年期债券 那是不是接下来两年就到期了 可是三年前的利息 跟现在的利息两个比较低 当然现在比较低 三年前很贵 很贵是什么意思 就是盛节买了 这个旗展的公债 结果呢 旗展要给他很多的利息 现在便宜 我当然就是现在发财好 对 没错 所以他想说 反正现在便宜 我是三年前五年前发的债 我什么低利 赶快借薪的吧 就得还一还 我少了利息 那现在的利息又低 大家又抢着买 我为什么不现在来做 所以现在就是借薪债 还旧债 对 没错 新公债 还旧公债 对 企业债有可能 企业债 企业债有可能 那而且呢 我们观察到这个 国际债的发行 比较增加了很多 表示什么 台湾债券市场 迈向国际化 这件事情也是好的 表示什么 很多国际市场的投资人 跟国际市场企业 他当然是看到你台湾市场好 认为你这边是好地方 那我来这边发再借筹资 那这样呢 有助于台湾 整个金融市场国际化 完全对了 观众朋友您知道吗 在台股市场当中 发行国际型的 这些的债券 ETF 有多少档呢 来公布答案 我口头报告 超过100多档 100多档 所以呢 都是用台币可以买的哦 有美国公债 ETF 美国企业投资 等级债的 ETF 产业债 中国 政府债 还有包括了地方债 新兴市场债 这些呢 我们台股市场当中 都有ETF 因此最后一张 刚不是说 大家都在抢买债吗 抢买债的方向 也许是对的哦 那我们的这些呢 这些型的ETF 该怎么应对 好 我们先来分成 长期投资跟短期投资 因为大家希望什么 长期投资 稳稳赚钱嘛 为什么这么多人 存股 就是这个概念 那如果你希望长期投资 记得几件事 第一件事情 你要留意什么 就像有时候 你买基金一样嘛 第一个 留意它的配息记录 如果你买这个 这个债券ETF 结果它都不配息 那你买来干嘛 对不对 第二个是什么 它要稳定 每年只配一块钱 每年只 殖利率之后 每年两不剩 好像也没什么用 如果有三啊 五啊以上 又是好公司 为什么不然买 对不对 而且什么 高于台币定存 那当然台币定存 现在高于很简单啦 那配息来源 要记得 不要来自于本金 虽然什么 有时候 如果它来自于本金的话 有时候久了什么 你的本金慢慢被侵蚀 对啊 对那 有时候一两年 遇到坏事情 它配一点本金还没关系 但是如果它常常这样配 你当然是赚不到钱 你知道什么叫做 配息来自于你本金 我用五十万去买了这个债 结果呢 每个月啦 每年啦都配息给你 原来是拿你的五十万 配给你自己 到最后你的本金呢 五十万变成四十五万 就这样 对 那呢 所以这时候你要选择 第一个 长天期的美国公债 或者是中国的 或许也可以考虑 第二个是什么 投资期的公司债 为什么 因为投资期的公司在表示 它的比较安全嘛 你才能够长期投资嘛 不会倒啊 对比较不会倒嘛 所以不是高收益债 高收益债是不是投资等级 对对对对 高收益债就不太建议 一般人长期投资 OK好 第二个短期投资 我想要什么 抓个三五天也好啊 或者是我刚好 资金有一大笔几百万会计 我想要投资一下赚钱 那怎么做 分成积极型跟保守型的 积极型的话 想要赚价差留意什么 波动性跟流动性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波动 你当然很难赚要价差 那流动性不佳 容易侵蚀获利 因为有时候什么 如果它的这个造势做得不好 那你可能赚不了多少钱 所以比较麻烦 所以如果你要波动 当然新市场主权债 波动性比较大 还有产业相关债 这个也可以留意 那如果你是保守型的 那你要留意什么 台币会加 因为什么台币现在比较强嘛 所以如果你买美元的这个债 你为什么 因为台币强 所以它价格往下掉 所以这边是会影响的 所以你要留意什么 短天勤美债跟高平级的公司债 也是你保守型可以投资的商店 好 为了要帮助大家 我们刚刚整理了那一张 再来一下 期展帮我归纳 我可以放长的勾一下 我要跑短的 价格涨起来就卖掉的 跑短 比较积极型的 赚价差的 资本利得的 帮我分类好不好 放长的先话 放长的在这边嘛 投资期的高平级的公司债 跟长期的美国公司债 这两类再来 对 没错 那如果放短的 那是 赚价差的 可能就例如说 像这边刚刚讲的产业债 还有新兴市场债 尤其是新兴亚洲跟开发市场 这些是比较好的 对 是短线操作 比较会有波动性的 那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就要看状况了 但我觉得 等拜登 等拜登 对 如果拜登确定当选的话 他应该还有一波多头可以走 因为大家期待 中国经济好嘛 那债券价格也可以往上走 所以这个就 暂时先不碰就对了 对 可以观察一下就好 谢谢旗展 感谢您了 我就知道 旗展呢 不过都问倒的 因此呢 这个 一百多档 我们国人其实拥有很多的 一百多档呢 很多国际型的债券ETF 国内都有 所以长的短的是不相同 回到第一章 大摩说 新市场的货币是值得期待 旗展完全认同 因为呢 美国印了那么多钞票 美国会走扁 他货币 尤其金市场货币支援率率也高 但就会继续走升 这是既定的答案 当然了 包括了债势部分呢 就算没有利息 为什么大家也要买呢 很简单 放长了 亏也亏一点点 我可以做币限 放短呢 价格一直飙涨 我可以赚价差 因此最后一张 我们国内那么多的ETF呢 您自己要分类哦 您是做长的 端看你的心态 还是做短的呢 您的个性是积极呢 还是偏保守 刚刚结论都帮您问完了 所以不要买错了 旗展这个结论对吗 100分 谢谢您 赶快进广告 接下来送您200分 上个礼拜100分 这个礼拜再来100分 什么意思呢 旗展讲了那么多的债 不就是大家担心 股市在历史新高 如果剧烈震荡 要做币限呢 临终上个礼拜教大家 买 买权 选择权当中 币限是在买 卖权 可以做币限 但怎么做呢